海运唱片公司 舞蹈室呢 哥 刚刚谁惹你了 怎么气成这样 SuperJulyM的成员张东海路过舞蹈室 听见了郭家和在里面破口大骂 便走进来询问一下情况 郭家和跟成员李张东海的关系是不错的 属于是都遭过林之行的打击的男兄男弟 也比较有共同话题 有啥说啥也没瞒着 本以为歌手之巅林之行会出丑 没想到是一群废物 搞不懂为什么节目组要请张伟去帮唱亚当 找我帮唱他绝拿不了第二名 张东海耸了耸肩膀 表示理解 估计节目组也为难吧 有舆论 太将的歌手怕被网友攻击不赶上 你昨晚也看那节目了 嗨 干咱们这一行 娱乐圈有点风吹草动 都一清二楚 现在最热门的话题 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嗨 郭家和一脚踢飞了瑜伽球 气愤道 马德 网上的舆论 怎么不刮象他呢 网友怎么不攻击他呢 他怎么不犯错呢 什么时候他也能挨挨骂 哈哈 说起这个我想起来了 鹿丸超强大脑 我开小号骂了他一周 张东海笑着笑着 突然灵机一动道 我想到他有一个朝黑的点 之前他的歌《本草纲目》 和《将军令》 一直在拿重阳妹外说事 昨晚那首《火力全开》 居然用英文歌词 你说 这是不是在打自己的脸 你特酿的 真是个天才 郭家和激动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吩咐道 你就拿着是写个小作文 我拿钱让他上热搜 好嘞哥 我这就去办 张东海扑斥一笑 小跑着出了舞蹈室 你小子现在尽情地笑吧 郭家和邓卓手机里灵之行的壁纸 这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 不能放松而设置的 一会儿有你哭的时候 一达唱片公司 好运办公室门外 正好九点 小王 你挺会卡点啊 董哥 我算过命 这个点我能遇见贵人 所以我遇见您了 你小子 去忙吧 明天早点来 董辰刚跟手下聊完 无意间往走廊镜头一瞥 连忙笑着走上前 林哥 鸽子 欢迎你们回来 哇 林之行瞅了眼万表 拍了拍董辰的肩膀 来这么早工作 够尽职尽责的呀 最近没什么工作 照顾好小鸡就行 董辰笑着摇了摇头道 他挺好 不用什么照顾 没那么矫情 我得照顾好咱们一起打下的江沙 宋哥关切问道 小玉一个人在酒店吗 董辰摇了摇头 伸手指了指 在办公室呢 他也闲不住 咱们进去说进去说 小玉 你怎么还吃外卖呢 回到办公室 宋哥瞅着坐在沙发上 大块朵鸡的鸡玉 不理解地问 别提了 鸡玉耸了耸肩膀 指着董辰抱怨道 他做的东西 简直是难以下咽 你们出去这几天 我瘦了三斤多 挑剔 我觉得还可以 林之行看着斗嘴的两人 突然想起道 对了 你们先双方家长了吗 沟通的怎么样 陷了 昨天陷的 董辰和鸡玉相识一笑 点头道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我妈对她很满意 她爸妈也非常喜欢我 好事已经提上日程了 林哥 鸡玉眯着笑眼 趁机说道 我俩结婚 你来喝喜酒的时候 写一首适合婚礼的歌唱给我们啊 好不好 董辰笑着挠了挠头 指着他说 鹿 唱行天下 米国那七 咱们一起到人家婚礼现场唱 Sugar 他当时就羡慕得不行 也想要那样的氛围 没问题 林之行笑着拍了拍胸脯 承诺道 我不光写一首歌唱给你们 我还给你们包一个大红包 谢谢林哥 热聊了一番后 林之行坐回老板椅 又投入到工作中 昨晚的节目热度 还在持续发酵 火力全开 这首歌已经从微博上 火到了短视频平台 成了短视频平台上的最热话题 几乎全网的唱歌博主 都翻唱了火力全开 一大批的跟风者涌入 还搞出了一条热搜 火力全开难度爆表 全网无唱歌博主敢唱副歌 林之行搜了几条视频看了一下 还真如热搜所说 全都在副歌部分停止了录制 没听到一个唱到火力全开的 点开评论区 瞅了一眼 答应我以后别降调好吗 唱得豪软啊 像是在商量的语气 这首歌要硬气一点 坚决一点 你上去起到了淘汰的作用 看你老实才听下去的 林之行刷着刷着 嘴角慢慢上扬到了耳根 注意在前这四个字 此刻有了具象化 他现在听创作厉害的夸赞 已经快要麻木了 比较喜欢听唱得好 哈哈 董臣笑着捧着手机上前 递给林之行道 林哥 刷到了一个视频 特别有意思 有个老外翻唱你的 火力全开 看评论太逗了 林之行听着别角的中文 翻看着评论 也被逗笑 这波流量 恰得太狠了 青春没有售价 痛击祖宗一下 祖宗抢劫养我长大 我对祖宗贴脸开大 这么多唱火力全开的 第一次看见对自己开火 杨冰也是冰 给我上 叶赫纳拉音勾手图片 你回国 真的不会被通缉吗 可别被我先入党了 董臣笑着收回手机 突然想起到 对了林哥 下午一点 还会有一波记者来公司采访 你这次真是赚足了热度 微博涨了三百万粉丝 采访完还得涨 好 我知道了 青芒电视台大楼 导演办公室内 请进 是张伟啊 快坐快坐 导演李海东 正看着工作人员递来的数据报表 哥哥乐 没想到给亚当舒伯特 助演的张伟走了进来 李导 我就不做了 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下 我想退出下期的录制 张伟抗不住舆论的压力了 亚当舒伯特的粉丝对 他的微博进行了狂轰乱闸 骂得十分难听 他自己也不愿意耽误偶像 所以决定退出录制 好吧 李海东现他态度十分坚决 也懂他现在十分为难 便痛快答应了 带张伟走后 他翻看着之前 有意参加的歌手名单 下期该找谁呢 下午一点钟 一达唱片公司一楼 来了 他来了 各路记者们见林志行 在董承的陪同下出了电梯 一窝蜂地举着话筒 上前采访 排队排队 一个一个来 话筒都要对嘴里了 董承护着林志行 将记者们赶到了一旁 妹妹你先来 我中午下楼取东西 看你来得最早 谢谢 一位女记者点头道谢 来到林志行的身边 举起话筒问道 林先生你好 我是渣浪娱乐的记者 你昨晚歌曲 火力全开 很精彩 歌词里提到了亚当和湘提 你是针对他们创作的 这首歌曲吗 林志行摇了摇头 我并不是针对他们而写 这首歌创作出新 是我对文化撞击的看法 全球的流行文化 每天都在互相影响 华语歌曲 今天应该更加国际化 感谢您的回答 又一位男记者走上前 林志行 你怎么看待微博热搜榜上 说你言行不一致 做事表里不一 话音刚落 林志行顿时眉头一皱 刚刚就是被他高举话筒 差点对到脸 这回问题问得相当没礼貌 自己怎么就言行不一致 表里不一了 语气不像是在采访 像是居高临下批评一样 林志行猝眉摇了摇头 我不懂你的意思 就是微博上的话题 林志行抬手打断 从兜里掏出了手机 点开了微博热搜榜 稍等 我还没看过 我看一眼 拿眼一扫 微博热搜榜第三 果然是关于自己的 说的没有唱得好 作为偶像言行不一致 林志行点开了这条热搜 内容足足有几百字 大致就是说 自己逐渐洋化 连火力全开 这样弘扬民族自信的歌曲 都用中英文结合的创作方式 这是哪位同行写的 林志行粗略看过后的第一感觉 热搜看完了 林志行收回手机 挑眉问道 我看他的话题 揪着火力全开 这歌不放 你是不是也想问我 这手让人警醒的歌 为什么要加上英文歌词 嗯 对 男记者点了点头 将话筒又凑近了些 下一个 董承见林志行阴沉个脸 觉得气氛不太对 赶紧上前拦道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林志行沉默片刻后 将话筒推远吼道 WQMLGB 我这话对老外有杀伤力吗 话操理不操 说完 他静止走开 男记者举着话筒 瞅着林志行的背影 在风中凌乱 一达唱片公司大楼外 董承小跑着追了出来 林哥 那么多记者 你刚刚骂人 有点冲动了呀 你现在这是要干嘛去 林志行不以为然地 耸了耸肩膀 我那是骂人吗 我是给他举例子好吧 听风就是雨 什么智商都来当记者 再待下去 简直浪费时间 明天是宋哥生日 我现在去给他订花 啊 明天是鸽子生日 我也去我也去 我要去买礼物 一小时候 林志行的采访视频 冲上了热搜榜 著名音乐人 凤七吴同林志行 接受记者采访爆粗口 采访视频 也附在了上面 明星艺人做好事 上热搜很难 前点坏时有点黑料 上热搜分分钟的事 根本不用花钱买 尤其是林志行 这个流量王 无数好奇 饱饱点开了话题 很快让话 提到了爆的程度 然而 当网友们看完视频后 评论区 竟是一致的好评 太爽了 这个回答听得 我乳线都通了 那条微博 写得简直像沙雕 居然还真能煽动一些人 估计全都是 不懂英文啥意思的吧 哈哈 那条微博我刚举报完 这个 我也举报了 是我我也骂 标题党真可恶 这个歌手太真实了 一点不做做 粉了 随着采访视频的热度发酵 林志行非但没掉粉丝 反而又迎来了一波猛涨 下午五点钟 海运唱片公司 舞蹈室内 挥洒完汗水的郭家河 嘴里哼着歌 点开了微博热搜榜 准备好好痛快痛快 可等看完了话提评论区 他傻眼了 员工宿舍内 咚咚咚 开门 咋了哥 张东海迁郭家河来了 揉了揉心松的睡眼 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闭眼笑问道 我想听你把好消息念出来 还念出来 怒气冲冲的郭家河 都想动手打人了 狠狠地踢了一脚沙发 问 你看了热搜没有 张东海见郭家河急了 连忙坐直 没 没那呀 昨晚熬夜 我发完微博 就去睡觉了 那你现在好好看看 郭家河气急败坏地 将手机摔在了沙发上 张东海看完了微博 人傻眼了 我英文不太行 没想到他是这个意思 英文不行 你不是说你高考都没考 保送上的大学吗 我确实是高考没考 张东海扫眉大眼地挠了挠头 解释道 不过 我参加了单招考试 过了 给我保送的锦城铁路职业学院 你 郭家河鼻子都气歪了 当时自己真是气迷心了 听风就是雨 没戏琢磨就答应了 这回后悔也晚了 哥 我对不住你 张东海还回手机 作意道歉道 我 郭家河双手抱住了头 咆哮道 合住我特末花二十万买热搜 是为了给他找二百万粉丝 一达唱片公司 好运办公室呢 林哥 我查出来那篇小作文 是谁写的了 谁写的 董晨指着手机道 有网友爆出来 是SuperJulyM的成员 张东海的小号 现在那账号已经注销了 听完 林之行猛地一拍桌 好你个郭家河 玩音的是吧 你等着我的 一达唱片公司 好运办公室呢 调查清状况的董晨 将手机重虫 拍在办公桌上 骂骂咧咧道 明天就是第九七路之了 绝对是郭家河这孙子 想弄臭你 阿迪你的网络人弃票 林之行已在老板椅上 看着天花板 一边听着碎碎念 一边思考 实力比不过 就开始出阴招 这种人绝对会招报应的 真特么想揍他一顿 别跟他置气了 这是对我不会 有什么严重影响的 好好练歌 明天拿的好名次 才是重要的 见董晨越说越激动 林之行将他宽慰走后 灵机移动 突然有了一个报复的主意 他打开了系统面板 瞅了眼所剩下的 十一积分余额 咬了咬牙花时 积分在道具商城 兑换了一张梅韵贴 叮 梅韵贴兑换成功 助 被梅韵贴贴过的人或动物 从贴上的一刻起 将到每五分钟 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 林之行的手心里 多了一张创可贴一样的东西 他仔细地瞅了瞅 将这个梅韵贴揣进了兜里 叮 第五重系统道具已解锁 之前道具商城里 只有四种道具 分别是选戈卡 突破极限胶囊 高音胶囊 梅韵贴 解锁第五重系统道具 需要累计兑换三次道具 首次免费兑换了一次选戈卡 前几天用积分 兑换了一张选戈卡换了 稳别 今天又用积分兑换了一张 梅韵贴 刚好兑换了三次道具 新的道具刷新在道具商城 林之行好奇地瞅了一眼 道具是既能提升胶囊 兑换需要二十几分 这个道具临场发挥很降 二十几分这个 价格定位不算贵 为之新道具想解锁 依旧需要再兑换三次道具 哈 林之行打了个哈欠 起身离开办公桌 在窗边伸了个懒腰 心里道 匹炎锅 明天就拿你是道具了 海韵唱片公司 佳和 你明天确定要唱那首歌 不留着后面唱了 不留了 那歌刚好跟明天的分手 选题符合 希望能拿个高分 我现在特别需要高分来证明自己 好吧 那就唱吧 见郭家和态度坚决 陈欢拍了拍他的肩膀 叮嘱道 明天一定要把歌唱好了 不然以后 你都没有和炸鸡叔合作的机会了 陈欢口中的炸鸡叔 是内地著名的作词人笔名 他很反感唱跳类的歌手 从没有为这样的歌手写过歌 是陈欢搭桥 才决定给郭家和一个机会 好 我明晚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郭家和拍了拍胸脯保证 让陈欢放心 带他走后 掏出手机发了一条微博 为明晚的比赛造势 明晚八点 我是歌王 节目 我将在节目上演唱我的新歌 还有新的舞蹈 大家明晚一定要来支持我哦 这个作品 郭家和非常满意 单论作品 他觉得 至少能跟林之行五五开 加油 你是醉掉的 郭家和自我打气一番后 随后又投入到了刻苦练习中 四日中午 酒店厨房内 林之行手握铁铲 手腕灵活地 翻炒着锅内的菜肴 随着时间的推移 蔬菜的颜色逐渐变得鲜亮 散发出令人垂涎的香气 他满意地点点头 加出一小块尝了一口 口感还算达到了期望 随后装盘 又开始了下一道菜的烹饪 小炖十分钟 林之行擦了擦手 怕菜凉 将刚做好的菜盖上了盘子 等待取蛋糕的董臣和机遇 回来开吃 够吃了之行 八道菜够丰盛了 这道菜出锅就齐了 鸽子你闭上眼 站在这里等我一下 林之行看着穿着漂亮裙子 画着美美妆容的宋哥 小跑着回了房间 哦 好 宋哥猜出来 自己的生日会收到惊喜 听话地站在原地 闭上了眼睛 两个浅浅的酒窝 挂在了脸颊上 别睁开啊 不多时 林之行捧着一束玫瑰花 走出房间 拧嘴笑着 走到了她的身后 轻轻地将她搂在怀里 可以睁开眼了 哇 宋哥缓缓睁开眼 这一束十一朵的玫瑰花 就在她的面前 悠悠的玫瑰花香 稳绕在鼻尖 让她忍不住 深深地呼吸着 生日快乐 鸽子 林之行贴在她耳边说着 温热的空气 吹在她的耳朵上 谢谢 礼物我很喜欢 宋哥话未说完 身后的林之行 已筋吻在了她的脸颊上 哇 你今天好香啊 喷香水了吗 说完 又损住了她软糖一般的耳垂 嗯 别 宋哥感觉身子发软 一阵筛康似的轻颤 想躲开 又被紧紧抱住 叮 检测到宿主使搭档 获得开心情绪 明瑶熟练度加两点 当前 明瑶必 五十分之十八 叮 房间门开了 拎着蛋糕和礼物的董臣 和机遇回来了 林哥 蛋糕取回来了 菜都做好了吗 啊 做好了 两人连忙分开 林之行又摆弄起而炒锅 哇 机遇走到了捧着玫瑰花 鸣嘴笑的宋哥身边 伸出手指竖道 这是林哥送的玫瑰花呀 一 二 三 十一朵 一心一意呀 我看看 董臣凑了下热闹 随后帮着林之行端菜 不多时 四人便围坐在一桌丰盛的菜肴前 生日快乐鸽子 生日快乐 谢谢 宋哥眯着笑眼 吹灭了蜡烛 闭上眼开始许愿 鸽子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董臣捧着一个大号的礼物箱 递给了宋哥 宋哥拆开外包装 便见到了礼物盒子上精美的花纹和英文logo 打开一看 洗面奶 积底液 眼霜 调理水 保湿乳 精华露 隔离霜 好多东西 他都认不出来是什么 是全套的化妆品 姬玉清拍了一下董臣 笑着说道 他觉得买着东西省事 也常常给我买 林之行凑上前 用手巴拉巴拉箱子里的护肤品 冲董臣竖起了大拇指 好家伙 这一堆的不少钱吧 董臣大方第一挥手 没多钱 鸽子喜欢就好 谢谢 甭客见 鸽子 这是我的礼物 机遇的礼物和小了很多 见宋哥要拆开看 笑着伸手拦道 这个先不急着拆 咱们先吃饭吧 林哥精心准备的菜要凉了 好 四人抄起筷子吃菜 董臣夹起一筷子自然羊肉 好吃到两眼放光 啊 林哥这个菜做得好有水平 好吃 林之行一边给宋哥剥鸡蛋 一边笑着说 电磁炉做菜有点影响水平 等过些日子搬家 再让你尝尝我的真实水准 好好好 期待 期待 林之行将剥好的鸡蛋 放在了宋哥的碗里 鸽子 我的礼物晚上给你哈 我车票订好了 咱们录完节目就出发 宋哥见他还记住摩天伦的事 开心之余 觉得隔着一座城太麻烦了 太晚了 别了吧 这我就很开心了 必须去 董臣和鸡玉相识一笑 看来晚上要去二人世界了 晚上七点四十分 赛前二十分钟 歌手后场室内 你们一起坐吧 我今天换个地方坐 走进后场室 林之行梅有像以往那样 跟董臣他们坐在一起 而是坐在了郭家河 常坐的位置旁边 宋哥和鸡玉都非常的不理解 但这会儿也没办法细问 董臣突然想起来什么 顿时紧张起来了 林哥该不会直面郭家河 去找他算账去了吧 想到这里 他手背后 默默摸了下身后的椅子背 计划着林之行 要是冲动跟郭家河打起来 自己就轮椅子过去 大不了就不会赢乐圈了 回家继承家产 绝不能便宜 这孙子让林哥吃亏 林之行手揣在兜里 摸着昨天兑换的霉韵贴 想着坐在郭家河的身边 容易下手一点 看着周围冷冷清清的空座 想着比赛初期 坐得满满灯灯 还得给七夕哥手加座位 心里说不上来的感觉 尤其是酷喵被淘汰 交流气氛更差了 门被推开 郭家河和导演洪波 一同走了进来 郭家河见林之行 独自艺人坐在 自己常坐的座位旁边 震了一下 心虚的他 怕林之行是找自己对峙来的 故意没坐原来常坐的位置 选择了隔两个位置坐下 林之行见郭家河 心虚的躲着自己 更加确信 被地理使坏的人就是他了 但自己目前的座位比较尴尬 根本没有贴没运贴 报复的机会 什么时候贴他 才能让他没有防备呢 思索一方后 有了逐意的林之行 邪魅一笑 出场唱歌的时候 晚上八点整 在现场导演的一个手势下 大厅安静了下来 我是歌王第九七 上 直播正式开启 林之行在歌手之巅 节目可谓是转足了眼球 这次录制 很多为了看他的新观众 早早就守在直播间 刚一开播 直播间谈幕瞬间飘满了屏幕 第一 沙发 嘿嘿 我来听家和老公新歌 看家和老公新舞蹈了 家和老公加油 拿下第一名吧 我是歌王 不能没有欧夜歌 就像美剧不能没有 绝命独师 舞台灯光闪烁 在观众热情掌声中 作为串场主持人的林之行 笑着挥手走到了舞台中央 站在了聚光灯下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看 我是歌王 第九七的直播现场 在一番开场白后 林之行拿起手卡 介绍到 接下来 有琴首为出场的歌手 郭家和带来歌曲 分手出体验 大家掌声欢迎 家和老公我爱你 家和家和 话音刚落 观众们便送上了热情的掌声 通道内 爆木完的林之行紧走两步 回到了通道 等待郭家和出场 很快 做了发型 穿着身V09红色西装的 郭家和出现了 他连看都没看林之行 是必要专心下来完成目标 去改变那位作词人 对自己的偏见 以后也许还能多合作 啪 见郭家和向自己走过来了 林之行找准时机 将兜里的霉韵贴 贴在了他的身上 贴上的瞬间 那像创可贴一样的霉韵贴 竟突然消失不见了 连一丁点痕迹都看不出来 叮 霉韵贴已使用 作用时间五分钟 到计时开始 四分五十九秒 四分五十八秒 感受下霉韵贴的威力吧 郭家和路过林之行身边时 感到对方好像拍了他一下 力道不大 他回头看了眼衣服 才冷冷瞥了眼对方 停下脚步 欲气嫌气道 你刚刚往我身上抹什么了 林之行摸了摸鼻梁 笑着回道 鼻嘎 你特么 郭家和难以置信地瞪着林之行 伸手去摸后 被刚被触碰过的地方 这衣服十万块 你 林之行强忍着 都快要笑出声了 就喜欢看他气急败坏的样子 故意那么说逗他玩玩 跟你开玩笑呢 林之行笑着摆了摆手 随便找了个借口道 什么都没有 你衣服上沾上 东西让我拍掉了 不幸演完你 脱下来看 赶紧上场吧 观众们等着你呢 加油 帮我拍东西 你得抱怨 你小子会有那么好心 虽然视野盲区 什么都看不见 郭家和还是狐一的 向背后看了眼 又摸了摸 这才放心地 匆匆走出了通道 家和好帅 家和最爱你 狂热的女粉丝们尖叫着 呼喊着 期待今晚的新作品 然而 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郭家和刚一露面 挥手跟粉丝们打招呼 上台阶没注意到 脚尖正撞到台阶了 不好 郭家和心里暗道一声不好 努力地控制着身体的平衡 可俩腿像不听使唤似的 踉枪了几步 最终控制不住平衡 摔了个狗啃式 现场顿时响起一阵哄笑声 这是啥舞蹈动作 屁股一绝肠杀落艳势 没到过年呢 这咋就行李了呢 也没准备红包啊 哈哈 这是我见过最标准的狗啃式 无愧是男团对茶 扑 通道内 林之行看着摔了个狗啃式的郭家和 没憋住笑出了声 这个没晕贴道具有点神了 这么快就发挥出了效果 还是直播录制 这会儿够他喝一壶的 啊 家和怎么摔倒了 严重不严重 天呐 一定很痛吧 节目组工作人员 怎么还不上前去掺 此刻 女粉丝们非常担心他的安慰 心疼得不行 趴在舞台中央的郭家和 脸颊火烫 恨不得找各地缝钻进去 为了缓解尴尬 他双手撑的 做了几个俯卧撑才起身 不愧是家和 机智地化解了尴尬 硬汉这个词 在此刻有了具象化 女粉丝们松了一口气 用夸赞的评论 冲刷着嘲笑的谈目 为了让球师尽快翻篇 郭家和冲着节目乐队点了点头 舒缓的伴奏声响起 正准备开口 忽然发觉 话筒还在地上忘了捡起 连忙蹲下身捡话筒 导致唱歌慢了半拍 演播大厅内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啊 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导演洪波气到骂街 可他无意间发现 郭家和翻车飞弹 直播间没吊人 反而人气还上去了 这 洪波突然眼前一亮 通知身边工作人员道 这段视频好好剪一剪 直播录制吴甲唱的最好证明 发出去一定会上热搜的 华丽的舞台中央 郭家和额头并脚 握满了细密的汗珠 万万没想到精心准备的表演 开场就遭到了滑铁炉 这回待在台上 每分每秒都是煎熬 演唱过程中 耳朵起氧无比 找何时机会用手去摸 触碰的瞬间 而返环不小心掉了下来 倒霉是全赶一起去了 郭家和一分心 还不小心唱错了一句歌词 评委席 特殊评委之一 七七帮郭家和加票的韦东霖 此刻脸色铁青 他目前这表现 自己没办法帮他加票了 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把票投给他的死对投灵之行 屏幕外 歌词都能唱错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看了直播的成欢气的直拍桌 这下好了 把人家写的歌唱成这样 以后没机会再合作了 歌手后场室内 好 太好了 报应来得真快啊 董臣低着 头强忍着不笑 看着郭家和出球 心里那叫一个舒服 基于这会也非常激动 郭家和今天的排名 不出意外会是最后一名 这期自己不会垫底 赛成过去大半 王家威 方健 这都是厉害的歌手 毕竟是以唱为主 此曲再好只是加分项 留在这个舞台的难度越来越高了 通道内 梅韵贴作用 时间剩余 两分三十八秒 两分三十七秒 林之行看着屏幕里 倒霉连连的郭家和 又看了看剩余倒计时 搓了搓脸 心里道 不能被玩死吧 失望加一 失望加一 失望 加九五二切 郭家和浑浑噩噩地把歌曲唱完了 粉丝们这期的观感 除了失望 还是失望 昨天 他还特意发了微博 来让粉丝看节目 有新歌新舞蹈 没想到看到的 除了出球 还是出球 是一样的现场 赶紧下去吧 什么狗屁男团队长 队长该换人了 刚上厕所没纸了 看了你的这段表演 突然觉得 人生没 有什么过不去的感 不擦了 怀着自信走了出去 从来都没有这么自信过 谢谢你的音乐 女粉丝们想夸点什么 维护一下她 都找不到可以夸的点了 都默默地退出了直播间 梅韵贴作用 时间剩余38秒 37秒 感谢郭家河的精彩演唱 现场掌声稀疏 林之行走上台爆幕 明明是惯用台词 但精彩 两个字在郭家河的耳朵里 格外的刺耳 觉得是故意取笑自己 郭家河回头狠狠咧了林之行一眼 她觉得 今天这么倒霉 完全因为出场前 被林之行摸了一下 沾上了梅韵 哎呦 郭家河回头没注意脚下 脚下一滑 直接摔了个屁股蹲 滑稽的一幕 再次逗笑了全场 笑疯了 出场向前摔 退场向后摔 今天是喝酒了吗 哈哈 没韵贴作用 时间剩余 二秒 一秒 时间结束 正爆幕的林之行 见观众们都乐了 本能地回头瞅了一眼 只见郭家河灰溜溜地 快步走回了通道 通道呢 这小子 一定是贴符咒我了 羞扫 让郭家河的愤怒到达了极点 他解开扣子 脱掉了西服外套 借着走廊的灯光 反复地看了看后背的区域 什么东西都没有 郭家河站起身 把西装外套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用拳头重重地 垂着墙壁发现 哈哈 我在生活中 就是老鼠人 人群中的吊丝 害群的马 我太享受这种感觉了 真的太爽了 我不敢在家把水烧开 那样家里就有俩个废物 我也不敢把房间 打扫得很干净 我怕太干净了 垃圾就只剩下了我了 哈哈 见有工作人员走来 郭家河揉了揉太阳学让 自己镇定下 又捡起了西装外套 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 走回了歌手后场势 下面有请飞乐器机 为大家带来歌曲 Let it go 大家掌声欢迎 舞台屏幕上 歌曲信息恰是出现 Let it go 飞跃奇迹 作词 林之行 作曲 林之行 编曲 林之行 飞跃奇迹加油 我爱你们 这歌名 是要唱英文歌吗 在观众们的期待中 一身白色西装的董臣 和一席红裙的机遇 挥手走上了舞台 为了今晚演唱效果好一点 他们特意选择了不搭的服装 就像注定会分开的情侣那般 酝酿好情绪后 机遇向乐队老师点了点头 清脆的吉他clean 音色开头 扎实鼓点层层递进 没有复杂的节奏 没有繁琐的变化 只有流畅而悠扬的曲调 这是一封离别信 写下我该离开的原因 我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太模糊了 伴随着董臣歌声的漫漫引导 观众们渐渐被拉入了歌曲中 自己便会不自觉地沉浸到 曾经所经历的一幕幕当中 对我常乎冷乎热 我到底是情人还是朋友 爱你是否不该太认真 ThatSWHY 没有了垫底的压力 两人唱得十分放松 演唱效果超出了排练 观众席 生动地描写了那种卑微的爱 小王听着歌词有感 拍了拍身旁的朋友小孙 感慨道 当你洗澡的时候 发现水忽冷忽热 那就是有人在用着 这时候 应该穿好衣服走出浴室了 现朋友没理自己 小王扭头瞅了眼 吓了一跳 哥们 你怎么在这重场合下看黄片呢 小孙红着眼眶道 这我家监控 歌手后场室内 郭家河平复完情绪后 听着这首 Letting go 突然觉得哪里不对 小声根深旁方见督呢 这Letting go 不是一起走的意思吗 这词不达意啊 不符合选题啊 不是的 清华高材生方见 惊讶地瞅了郭家河一眼 摇头解释道 一起走是Let So Letting是出租 加Go是放下 固定词组 哈 郭家河害骚地挠了挠头 便解道 对对对 我知道 刚刚听错了 华丽的舞台中央 I'm Letting go 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 因为爱你 爱到我心痛 但你却不懂 没有华丽的修饰 没有夸张的表达 只有简单而直白的词句 但它让人感受到了歌者的心情和态度 让人沉浸在音乐氛围 观众们听到了副歌部分 感觉整个世界 彷復都停滞了 只剩下两人深情的演唱 声音犹如一股清泉 冲散了内心的烦躁 慢慢陷入 一种情绪之中 音符像是一段回忆的碎片 串联过往的点滴 情感也在这一刻 得到释放 直播间谈目飘起 潇洒往往只是个面具 掩饰了分离的不舍痛楚 开心时听歌听的是旋律 不开心时才听歌词 真的有人能忍住 不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吗 再拉屎给我听音梦了 擦完屁股的纸 又不小心擦了眼泪 评委席 黄霄听着歌曲 手掌在家票按钮上回旋 这首歌的歌词 真的很普通 以女性的视角 诉说了对失望爱情的放手 虽然词很普通 但是写出了那样意境 围绕的是分别 在歌词的一步步递进中 由最开始的怀疑 质问 试得到最后的解脱 无疑是诠释了一段感情 结束后的内心变化 是一段情感旅程的深刻描绘 这首歌最厉害的点 就是共情力了 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 尤其是那些经历过 类似情感经历的人 可以从这首歌里找到回忆 和情绪发泄的开关 而且此取契合 编曲空灵而低欲 融合度完成度很高 这首歌值得驾票啊 黄霄心里琢磨着 不过犹豫了一番 他还是没有按下加票按钮 想着一会 听听灵芝行唱的歌 再做决定 啪 舞台黄色灯光闪烁 特殊评委之一的韦东霖 按下了加票按钮 给飞跃奇迹加票原因有二 一是因为 他觉得这首歌真的不错 写出了放弃 释放和接受的三重情感 传递了一种勇敢面对 做回自己的生活态度 可以从这首歌中 获得力量和启发 也可以找到共鸣和安慰 这类歌大部分是共情 这个多出了传递力量 很难得 二是因为 韦东霖觉得 把票加给垫底的他们 影响不大 黄霄诧异的扭头 看向韦东霖 没想到他会给他们加票 感到特别的意外 华丽的舞台中央 正演唱的董晨和机遇 先自己获得了特殊评委的加票 心里激动的不行 但还是暂时压住了激动情绪 投入在歌曲里 I'm Let It Go 你对一切都软弱与怠惰 让人怀疑你是否爱过我 真的爱过我 I'm Let It Go 到了合唱部分 机遇和董晨没有刻意地配合 也没有声音地拼凑 只有自然而和谐地呈现 让观众欣赏到了他们的发光点 好听 好有感觉 他们这首歌唱得好好啊 机遇唱出了质问的感觉 你竟然敢 敢玩老娘 哈哈 心 你在听吗 通道内 林之行对他们今晚的表现 是非常的满意 他们的音色 真的很适合唱这种类型的歌 有点汪苏龙 和极客倦意的味道了 同时预感 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上 一定会火 I'm Let It Go 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 因为爱你 爱到我心痛 但你却不懂 董晨和机遇演唱 渐入佳境 观众们听到最后 觉得这首歌 不仅仅是一首耳目一新的音乐作品 更是一场与自己对话 从忧伤到释然 从迷茫到坚定 每一个音符 都是一种心灵的呼应 近四年的感情即将结束 一件缝缝补补补很多年的衣服 终于要扔了 一瞬间是解脱 更多是心痛 我能清楚 听到心碎的声音 真的很痛很痛 我决定离婚了 好累啊 或许失去不用有更轻松 演播大厅内 太夸张了 导演红波 看着直播兼实时弹幕 撇了撇嘴 这首歌结束 得有多少情侣分手 多少夫妻离婚啊 I'm Let It Go 最后 董晨和姬玉 出色完成了演唱 台下掌声雷动 你们太棒了 歌曲超好听 继续加油 永远支持你们 感谢飞跃奇迹的精彩演唱 林之行走回到舞台中央 直了直腰板 大声介绍道 下面有请凤七吴童 为大家带来歌曲 十年 大家掌声欢迎 舞台屏幕上 歌曲信息恰是出现 十年 凤七吴童 作词 林之行 作曲 林之行 编曲 林之行 哇 欧耶哥要出场了 加油 歌子女神 我爱你 歌手后场室内 郭家和见凤七吴童即将登台 此刻的他 内心毫无波澜 因为他清楚 今晚的倒数第一 自己当定了 舞台灯光变幻 宛如流动的琥珀 出场的凤七 梧桐轮廓 镶嵌在一片璀璨光影之中 DM 系统人物中等难度开启 获得 我是歌王 本期前三名 完成奖励地球 随机歌曲一首 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 低头酝酿情绪的林之行 向深测乐队 老师们点了点头 很快 十年 悠扬略带伤感低沉的前奏 流淌而出 观众们情绪刚从 Let it go中走出来 听着这个前奏 隐约有一种预感 兜里的纸 要不够用了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 我不会发现我难受 怎么说出口 也不过是分手 宋哥举起话筒 独有的嗓音在旋律中盘旋 像是一只迷人的精灵 吸引着听众 从第一秒开始 观众们就被这首歌 牢牢抓住了心 彭腐有重魔力 让人不得不停下手头的事情 全情投入到这个故事中 同时 一些观众对歌词 第一句的那两个字 充满了好奇 是哪两个字没有颤抖 你好 分手 再见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 牵牵手就像旅游 成千上万个门口 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林之行举起话筒接唱 情绪十分投入 彭腐一字一句 都是难以忘怀的增经 相比于刚刚飞跃奇迹的 Let it go 这首歌词和代入感 都是非常强 观众们被深深吸引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 何不再离开的时候 一边享受 一边泪流 合唱部分 林之行和颂歌的和声 有重魔力 随着歌曲的旋律 如同放电影一般 将听众们的往事 全部搬向大屏幕 一幕幕播放 心中那个人的英容笑貌 彭腐历历在目 清晰可见 真实地就像从未离开 十年之前 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我们还是一样 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林之行和颂歌演唱 渐入佳境 观众们被感动的同时 纷纷在直播间 留下了自己的胆悟 十年之后 我们现在都有了各自的生活 这么多年过去 现在的我也终于学会了 把一切埋在心头 再次的相遇 也不过微笑着道一声 好久不见 十年前发个脾气 牛都拉不回来 十年后生个气 转眼就觉得没必要 十年前 连多愁善感 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 十年后 越痛越不动声色 在人生的每一个十年点 都会有所新的感悟 十年后的我早已不会再为爱情奋不顾身 不再期待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越来越向往细水长流的平淡温馨 歌手后场室内 方健听得很认真 他觉得这首歌在场孤独 无论十年内成为了男友朋友 还是普通朋友 拥有的一切都终将归为零 最终都要自己走 生命的过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写得太好了 他觉得 在灵之行的歌曲中 总能找到那么一首歌 可以唱进心里的那种 某句歌词 某段旋律 就能轻而易举地撩拨你的心 王家威听着这首歌 不知不觉尖红了眼眶 他在十年前也谈了一场恋爱 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 但他怀念了十年 刚刚听着这首歌 他突然释然了 何必把怀念弄得比经过还长 他觉得 今天自己赢不了凤七无童了 他们在选题赛真的 是太奖了 想赢他们 只能等自由演唱的时候 观众们无意间看到 大魔王王家威在 偷偷抹眼泪 都是特别的惊讶 好家伙 凤七无童把对手给唱哭了 十年之后 我们是朋友 还可以问候 只是那众温柔 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情人最后难免 沦为朋友 啪 特殊评委之一的黄霄 按下了家票按钮 舞台黄色灯光闪烁 他觉得 这首歌词曲俱佳 演唱也无可挑剔 他们真的是越来越强了 观众席 一位女观众小芳 哭得气不成声 跟身边闺蜜倾诉到 十年前 她是我第一个爱的人 那时候我才十几岁 是一个黏人的女孩子 我们的每一天都满足我所有对爱情的幻想 再见她已经是十年之后 她胖了许多 也找了个稳定的女朋友 看见她 跟她说话 真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你懂我的感受吗 十年之后 我们是朋友 还可以问候 只是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小芳此刻听着每一句歌词 都是砸进心里 可以开启眼泪那道闸门 她见闺蜜也哭了 擦了擦眼泪 好奇问道 你哭什么 你不是没谈过恋爱吗 闺蜜擦了擦眼泪 咬牙切齿道 十年 让我想起了欠钱不还的朋友 观众席另一角 一位男观众 同样被感动到气不成声 欧耶哥告诉了我 十年怎么唱 却没有告诉我 十年该怎么走 身边观众听见了她的倾诉 缓缓吐出几个字 一边享受 一边泪流 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 才明白我的眼泪 不是为你而流 也为别人而流 最后 林之行和宋哥合唱 为这首感动观众的歌曲收尾 台下掌声如雷 直播间谈目刷满了屏幕 多少人在青涩的年纪 遇现了一个想共度一生的人 然而 故事的最后 这段美好的感情 也终究飘散在风里 渺无音讯 我们终究 我们终究变成了不动声色的大人 将那段时光放在记忆的最深处 只是在夜半梦中 一膝想起那个人的笑脸 感觉年纪大了 好像更难动心动感情了呢 学生时代 一定要谈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 以后基本没可能了 评委席 特殊评委之一的吕梁山 很喜欢这首歌 她觉得 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 才明白 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 也为别人而流 这句歌词很有意思 东霖 你觉得歌最后 眼泪也为别人 而留她想表达的是什么 见吕梁山问自己 为东霖妈撒着下巴想了想 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说明 他们真的只适合做朋友 分开是对的 主人公还可以爱 还可以为其他人流泪 曾经女友还作为朋友在她身边 这样的心情就爱 各有归路 我觉得算圆满 吕梁山点点头 扭头又问黄霄 黄哥 你觉得呢 嗯 黄霄指尖敲着桌板 思索片刻厚道 我觉得这句 是一针见血戳伤听众的心后 也想在伤痛中去治愈听众 做朋友 只是主人公心中的想法而已 为别人而留 是为所有同样遭遇的人而留 不愧是港城双胸 吕梁山听了黄霄的解释 顿时觉得 这首歌升华了 啪 舞台黄色灯光再次闪烁 吕梁山也按下了家票的按钮 屏幕外 某快餐店内 雨应该怎么描述 小刘一边吃着汉堡 一边看着直呼 看见这个题目 她瞅了瞅窗外 嘻嘻嘻嘻的雨还在吓住 客户又发来催促的消息 她将最后一口汉堡吃完 戴上耳机 点开了 我是歌王 直播间 随后拿起雨伞 走出了快餐店 十年之前 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我们还是一样 这个写得真好啊 小刘感慨着 随着无意间的一台伞 她的大脑一片空白 命运总是充满了戏剧和巧合 她从未想过有生之年 还能再见到初恋 在遇到初恋的一瞬间 小刘被定在了原地 望着她的时候 这短短几不远的距离 在她看来 那么近又那么远 彷復隔了无数个像 难年一样的夏天 显得那么不真实 小刘眼里看到的 不是离自己几不远的她 在这几不远的距离里 眼里看到的是 这些年来 她以为自己忘掉了的 所有点滴片段 看到的是 当初那个发誓 要疼她爱她 照顾她一辈子的那个自己 看到的是 她转身离开 消失在人海的背影 看到的是 当年初次见面时 她羞涩的笑脸 可没有伞着急躲雨的初恋 并没有看见她 这么多年过去 现在的小刘 也终于学会了 不再说一句话 不再追究过去 值不值得眷恋 因为现在的彼此 都有了各自的生活 擦肩而过后 她放下了伞 站在原地仰面淋着雨 片刻后 她突然转身看向身后 初恋女友的身影 早已消失不现 唉 小刘从兜里掏出了手机 再次点开了 在餐厅里 看的那条帖子 戳了戳屏幕 进行了回复 其实雨不大 只淋湿了我的脸颊 其实雨也很大 淋湿了你我走过的 春夏秋冬 喂 王经理 我马上到 小刘挂断了电话 依旧像往常一样忙碌着 只不过从不在路上 唱歌的她 嘴里在哼唱着歌曲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 何不再离开的时候 一边享受 一边泪流 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 何不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痛哭一回 这场人生的剧本 我们各自还要好好的演 感谢凤七吴童的精彩演唱 下面有请歌首方剑 为大家带来歌曲 分手旅行 大家掌声欢迎 让林之行感到意外的是 方剑的演唱 同样无懈可击 她唱的是蓝星一首分手热歌 90%以上的观众都听过 回忆为歌曲加了分 现场气氛 完全不输给自己 之后上场的是王家威 由于抒情歌不是她的擅长 发挥的不及方剑 感谢王家威的精彩演唱 随着今晚最后一组选手演唱完成 又到了紧张刺激的投票环节 500位评委团投票的同时 舞台画面转到了歌手后场室内 随着淘汰的歌手越来越多 歌手后场室里不再热闹 歌手们彼此间几乎没有交流 都在静静等待成绩地公布 郭家河已在沙发上 两眼空洞望着天花板 彭扶今晚的排名好坏 都与自己无关 你别坐过来 郭家河见林之行主持完走回来 看样子还要坐自己身边 回想起之前发生的那些倒霉事 像朵温神似的连忙向旁边挪 林之行瞅了他一眼 什么都没说 耸了耸肩膀 默默走到董晨的身边坐下了 完了 一个没孕贴 把孩子刺激到了 三分钟后 工作人员将一个信封对给了红波 他拆开信封看了下 随后宣布道 下面我来宣布现场票数 稍后宣布网络票数语排名 第一名方箭 第二名凤七梧桐 第三名王家威 第四名飞跃奇迹 第五名郭家河 不是吧 林之行一拍大腿 自己跟方箭只差了一票 这些大众评委都是什么口味 自己唱的可是十年啊 不过他也没灰心 知道网络人弃票 也许能让自己翻身 郭家河见自己果然是垫底 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 头已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坦然接受现实 下面是网络投票 第一名凤七梧桐22万票 第二名方箭15万票 第三名郭家河13万票 第四名王家威八万票 第五名飞跃奇迹七万票 这么多票 有没有搞错 董城和机遇线郭家河发挥这么差 网络人气都如此夸张 顿时紧张起来了 千万别倒数第一 两人双手合十 心里默默祈祷住 红波拉高一个调门 宣布最终排名到 最终排名 第一名凤七梧桐 第二名方箭 第三名王家威 第四名飞跃奇迹 第五名郭家河 听完 董城和机遇算是松了口气 哦耶 林知行嘴角翘起 果然跟自己预料的一样 靠着网络人气实现了反超 十年实至名归 直播间被歌曲感动的观众们 纷纷刷谈目未奉期 梧桐庆祝 很快 到了观众们期待的选题环节 工作人员捧来了 装有歌曲选题的箱子 气氛再度紧张起来 红波笑着招了招手道 下期的选题 由今晚的第一名凤妻 梧桐来抽取 好 林知行搓了搓手 起身走到了纸箱前 撸起袖子 伸手摸去 镜头给到了他的抽签特写 纸条展开后 上写两个字 励志 励志选题 看清楚选题纸条 观众们议论纷纷 谈目被励志歌曲刷屏 歌手们你看我我看你 都在想着符合题目的歌曲 郭家河除外 他依旧已在沙发上 双眼空洞地望着天花板 整个人好像真的碎掉了 林知行则是满脸期待的等待 双 系统人物中等难度已完成 恭喜宿主获得歌曲 追梦赤子星 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 关于歌曲的记忆全部找回 传闻 Diala乐队 由于录钢琴拿错谱起高了 又没钱重录 主唱唱不上去 在录音棚里 一句一句应路还破音 后来所有现场都是车祸 但是很奇怪 大家都觉得 这个破音才对位 而其他那些技巧 华丽的完美翻唱 听住道总是叉口气的感觉 从此诞生了可以车祸 但绝不可以降T的车祸摇滚 网友们美其名曰 人生可以失败 但绝不能退缩 这首 追梦赤子星 非常符合励志选题 Diala 累计人物已完成 13 恭喜宿主获得歌曲 我相信 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 是铁废王子杨培安的 我相信 这首歌曲的标签太多了 开成会了 百日试诗 跑操 学校办活动必备曲 传销我点最爱歌曲之一 令两首是 感恩的心 和 从头再来 这首歌的演唱难度不输 死了都要爱 死了都要爱 只有中间机句是高音 这首歌 从第一句就是较高的音 高潮部分越来越高 非常难驾驭 林之行瞅了眼神旁的董承和机遇 眉头一皱 这首歌虽然有男女合唱的版本 但让他们来唱的话 大概率要降掉啊 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 最后 在导演红波的一番结束以后 我是歌王 第九七 上 得直播录制 便正式结束了 京城 海河边 谢谢师傅 不用找了 林之行为了陪送哥哥生日 录制完了节目 两人便坐上了最近的一班高铁 夜幕下 这座世界上唯一一座建立在桥上的摩天轮 绽放着耀眼的光芒 彭扶一颗巨大的明珠箱 嵌在城市的心脏中 静静注视着这个城市的繁华与生机 好漂亮啊 海河边夜风很大 宋哥把凌乱的秀发 用手指勾到耳后 抬头望着美轮美奂的京城之眼 咱们上去看 快下班 要来不及了 十点钟停夜 现在已经九点四十分 林之行怕太晚了做不成 拉着宋哥的手 匆匆来到了售票处 大哥 麻烦来两张票 南售票员瞅了林之行和宋哥一眼 抬头看了眼瓜中 摆了摆手拒绝道 时间来不及了 你们明天再来吧 啊 林之行抬起手腕看了眼腕表 耸了耸肩膀不理解道 现在才九点四十三啊 不是十点才休息吗 为什么今天不行啊 南售票员有些不耐烦地解释道 做一次要半个小时左右 你做上去要加班的 不是 那也不能 好的 打扰您了 林之行背对的一时雨塞 刚想再说些什么 就被宋哥拉出了售票处 没事之行 做不成就做不成吧 在下面看看 也很漂亮 宋哥抬头望着摩天轮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地说了句 我听他们说金城之眼 也叫分手之眼 情侣一起做不吉利的 我不认可这个说法 林之行摆了白手 不死心地往回走 叫金城之眼 只扶正元才对 你在这里等我 我再去问下 唉 吃行 宋哥见他小跑了回去 没办法喊回来 只能站在原地 等他吃饼回来 两分钟后 鸽子 快来 他同意我们做了 哦 好 正拿着手机拍照的宋哥一愣 收起手机小跑了过去 一套流程下来 拿着票根的两人 终于如愿 坐上了摩天轮 相比于白天 夜晚坐摩天轮更有情调 绚丽的灯彩 倒影在彼此的脸上 坐在摩天轮里的两人 食指向扣 半小时一圈的转速 摩天轮此刻转动得并不快 全程慢慢悠悠地上升 随着高度的不断升高 视野也变得逐渐宽广起来 放眼望去 整个金城夜景在眼前展开 远处的高楼大厦 如同童话世界里的城堡 点缀着这个城市的夜晚 在这个繁华喧闹的城市里 静静地坐在摩天轮上 沉浸在这样的美景中 心情相当地美丽 宋哥悠哉悠哉 裙下的小腿晃动着 脸颊上挂满了幸福 好漂亮 真的好漂亮 在上面看跟在下面看 完全不一样 月色下 他的笑容甜美 霓虹灯彩倒影在他的眼眸中 等到了最高点 可不可以亲我一下 林知行看着十分投入的宋哥 嘿嘿一笑问道 不可以哦 宋哥调皮地摇了摇头 不过 我允许你亲我一下 好好好 想着在最高点能亲一口 咧嘴笑的林知行 有些迫不及待 这会觉得摩天轮转的 实在是太慢了 二十分钟后 两人从摩天轮上下来 昏暗的夜色 极好地掩饰了 彼此脸上的羞红 回想起刚刚在 110米高空上的吻 如梦四环 宋哥怀念的小手 钻进了他的掌心里 十分好奇地问 知行 那个售票员 为什么改变主意 答应咱们做了 林知行笑了笑 问 你猜猜 嗯 宋哥时 直抵在粉唇上 思索片刻后 瞇着笑眼道 该不会你摘下口罩 说你是偶叶哥 他是你粉丝 才让你做的吧 林知行摇了摇头 翻了个白眼道 猜错了 我在你心里 就是这种形象啊 稀 没有 宋哥敏唇笑了笑 又猜 那是 你给了他很多钱 当做加班费 不是 我跟他说 林知行转过头 望着摩天轮道 我想跟刚刚的那个女孩求婚 但是我买不起钻戒 他最喜欢摩天轮了 可不可以让他做一次 算是我的礼物 哦 宋哥眸光垂下 脸颊发烫 他慢慢松开了林知行的手 扯下了他的口罩 江水润的唇瓣 印在了他的唇上 谢谢你 这个生日我很难忘 某高档公寓呢 录制完节目的郭家河 满脑子 都是自己录节目时的酒态 不敢触碰手机和电脑 怕看到关于自己的消息 他想去倾诉内心的烦闷 但是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 只能将自己 所在黑暗的房间里 蹲坐在镜子前 看着镜中的自己 喃喃自语 他此刻觉得自己 就是臭水沟里的老鼠 躲在阴影里面 享受无尽的孤独 却又会因为一件事 轻易破防 再一次次怀疑中 自我麻木 当初你作为评委 为什么要惹那个家伙 因为 他逐渐显露的光芒 让你极度不安是吗 你才是从选秀节目里 走出最优秀的人是吗 如果你当初跟他搞好关系 你也许就跟沈飞 赵薇薇 董德华他们一样了 毕竟一手 明天会更好 就让你破了生涯记录 你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 公司以后的资源 也许都不会 向你身上倾斜了 天哪 身价都被打没了 我现在该怎么办 郭家和不渴望陪伴 常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别人 可每次看到别人被救赎 又会有过一丝丝的希望 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能被救赎吗 或者 我真的需要被救赎吗 正当他内心陷入正扎时 放在地上的手机突然响了 拿起看了眼 是自己经纪人打来的电话 郭家和他不想接通 完全能猜出来经纪人 给自己打电话的原因 一定是问自己 今晚录制失误的事情 可电话接二连三地打来 他烦躁地垂击了两下地板 还是接通了电话 喂 家和你没事吧 电话那头传来 经纪人关心的声音 没事 刚刚在洗澡 没听见电话想 好吧 今晚的事 你不用放在心上 状态不好的原因 已经跟粉丝们解释过了 他们很理解 嗯 是这样 打给你是想问你一下 你想不想成为歌手之巅 节目亚当·舒伯特的 助演嘉宾 你说什么 郭家和激动地站起身 难以置信地问 那个歌手张伟 因为网络上的舆论 放弃了亚当·舒伯特 助演嘉宾的身份 下期的节目缺一个助演 你发过请出站的微博 导演现在有意你 能跟亚当·舒伯特合作 还是在目前最大的流量池 我愿意 现在就回复那边吧 郭家和挂断了电话 立刻走到了电脑前 搜索了 歌手之巅 节目的信息 在得知毛男感冒康复了 将会参加节目 与林之行合唱时 他的嘴角逐渐上扬到了耳根 亚当·舒伯特 实力强于林之行 自己实力也略强于毛男 强强联合怎么可能说 又能蹭一波节目流量 又能报复一波 机会这么快就来了 郭家和离开电脑前 又走回到了镜子前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冷笑道 老子才不需要救赎 只需要赢 凌晨一点钟 酒店房间内 林哥 你怎么回来了 因为高铁只需三十分钟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睡 输得我睡不着 正打游戏的 董臣见林之行回来睡很意外 待他洗漱过后 分享消息到 林哥 你知道张伟退出节目 亚当·舒伯特 有新主演歌手了吗 不清楚 林之行打了的哈欠 爬上了大床 是谁啊 董臣指了指手机 道 内部消息 说是已经定下来了 由郭家和担任 亚当·舒伯特的 助演歌手 林之行听见这个消息 有些意外 真没想到他能参加 董臣回想起郭家 和今晚的酒样 扑斥一笑 我也没想到 大抵是节目组 喜欢他的流量 有信心赢他们吗 赢不了 林之行回答得很干脆 自己上一期 能拿第二名 技能提升胶囊 占了很大一部分功劳 火力全开 这个也赶上了风口 下一期 没了道具的帮助 搭档还是初次合作的毛男 成绩估计不会太好 已经做好 就当做是宣传歌的准备了 林哥 怎么突然没自信了 上期你可是单枪匹马拿第二啊 下期靠歌的营 次日上午 一达唱片公司 助理办公室内 十年之前 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我们还是一样 林之行接到张思惠电话说 有试谈 到了办公室 没想到再放自己的歌 会解 你找我 嗯啊 坐 张思惠笑着竖起了大拇指道 你昨晚的那两首歌 真是写尽了我的心感 现在短视频上 拿着配乐的可多了 都听得共情了 听众喜欢就好 林之行撩住 无意间看见了张思惠的博士学位症 颇感意外道 惠姐 你是博士毕业 数学专业 嗯 张思惠笑着点了点头 说来话长了 不过 我对现在很满意 哦 小林 你低头找什么呢 林之行摇头道 我不敢直视你了 怕你下一秒算出来 我是250 哈哈 张思惠笑得肚子疼 小林 你知道你现在作为歌手 还缺点什么吗 缺点什么 林之行抬起头好奇地问 张思惠收起笑容 认真道 歌手不光是靠比赛奖杯度金的 你创作能力这么强 出张专辑 向着金曲奖努努力吧 因乐奖向这方面 林之行空闲时候 还真有过了解 蓝星前年上线 新歌数量超过570万首 且每年数据都在上涨 要在这庞大的新曲库中 脱颖而出 拿获售业内肯定的音乐奖项 简直比重彩票还要难 蓝星国外最牛的音乐奖 是格莱美 华国最牛的音乐奖项 就是金曲奖 巧了 我也有这计划呢 林之行好奇地问 报名有什么要求没有 必须是台诚首发的 全新国语专辑 这个没问题 公司可以帮你同步首发 专辑还需要有八首新歌 你努力 写歌就行 张思惠说着 递给了林之行一张A4纸 这个是评判标准 你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写歌 林之行接过纸 扫了一眼 没想到还挺复杂 不光是大众的评价 和评委个人口味来评判 首先要有创新性 金曲奖青睐 给华语乐坛带来新颖曲风 或叫少见曲风的作品 还要有社会意义 反映社会存在的乱象 或者传达对社会的积极影响 林之行看着规则 突然想起前世周董 道乡 获奖 就非常符合规则 张思惠笑问道 小林 有信心拿奖吗 这借金真会很激烈的 有 林之行毫不犹豫 给出了肯定答案 关于这类奖项 拥有地球曲库的他 计划着从出道拿到退休 乡城某酒店内 宋哥穿着浴袍 从浴室走了出来 一边擦着自己湿漉漉的头发 一边抿嘴笑着 看着手中的天鹅项链 然后光荡一下 躺在松软的大床上 浴袍细好的腰带松开了 衣襟两侧慢慢地滑落 不过他穿着内衣 哟 看来真是好喜欢 林哥送的礼物啊 爱不是手 吃着小吃的鸡浴 一屁股坐在大床上 用手指揪起浴袍 一脚瞅了瞅 怎么没穿我 送你的性感小内衣啊 该不会是在 等跟林哥住的时候 才穿吧 没有 宋哥脸红了一瞬 坐起来将项链戴好 你不是说一个人 在酒店练歌吗 怎么出去逛街了 我有料哦 只不过在董城回来前 偷吃一下 机遇将最后一块臭豆腐 塞进嘴里 满足得深了的懒腰 轻了轻嗓唱道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 最想要去的地方 嗯 宋哥听着陌生的歌曲 愣了一下问 你不是练习 我相信吗 机遇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解释道 那歌唱不上去 降调之后 激情的感觉也缺失了 林哥让我和他唱这首歌 听说这歌还卖出去 日文版本了呢 宋哥突然想起到 我好像听说了 是鹿畅行天下 那时候是吧 对 太神了 机遇满脸崇拜道 林哥真是我的偶像 另一边 轻盲电视台内 林哥 我超喜欢这首歌 上期是再次抱歉 这期我会努力的 别放在心上 明天好好唱 林之行和毛南出了练歌房 走过一个走廊拐酒 看见一群记者在采访 好奇地走了过去 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歌手之巅 新的助演嘉宾郭家和 正和亚当舒伯特坐在一起 一起接受记者的采访 镜头前 郭家和整个人神采异议 跟前几天出球时 判若两人 看热闹过程中 四目相对 林之行从他的目光里 感受到了迫不及待 彷彿他恨不得 比赛现在就开始 现在就要与自己较量一番 哇 毛南突然瞧见了什么 把林之行拉到了一边 指着亚当舒伯特 惊讶到 亚当的这身衣服 大有来头 什么来头 林之行刚才注意力 全在郭家和的身上 探头瞅了瞅 发现亚当 穿了深亮蓝色的西装 上面还有很多亮片 毛南侯解滚了滚 解释道 这是亚当本人 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演出服 之后一直收藏在博物馆 进行展览 没想到 他居然带来了 现在特意录给媒体看 看来明天他要火力全开了 林之行听完 点了点头 全力全开算不上 他要是火力全开 那搭档郭家和就会显得很呆 可以预料的是 一定会比上气难对付 当晚 关于亚当舒伯特服装的话题 便冲上了热搜榜 恐惧 担心 不安等情绪 填满了吃瓜网友们的心 天哪 奥斯卡服装都穿上了 亚当要认真了 目标明显是第一名 咱们的国门还能守得住吗 高端局来了 这期谁能站出来 还有一位歌手的赛前微博 冲上了热搜榜 是邓小鱼发的 内容就是让粉丝明晚来看节目 有非常好听的 抒情歌献给粉丝 这条微博 遭到了很多网友的质疑和骂声 抒情歌 有没有搞错 人家嗨翻全场 你唱抒情歌能赢 不用期待这组了 能进前三名都算 你们厉害 选歌太蠢 看来守国门的重担 又落在了两个五旬老太的身上 次日 晚七点半 青芒电视台录制大楼 歌手休息区内 排名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享受这个舞台 对 大家要珍惜跟优秀的国外歌手 同台竞赛的机会 是能学到东西的 乐坛大姐大韩春红 和叶和拉娜英 在赛前给晚辈们 做着情绪上的放松 和一些经验分享 大火聊的火热 唉 你别过来 化好服装化好装的郭家和 正做着开嗓练习 瞧现林之行 向自己这边走来 像碰见温神似的 急忙躲到了一边 受了上次比赛的影响 他现在特别害怕 跟林之行有身体接触 怕再沾上眉韵 林之行瞅了眼神 惊兮兮的他 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俯身从箱子里 拿了瓶矿泉水 别紧张 我拿个水 啊 突然传来的一段高音 打破了休息区内 热聊的气氛 众歌手们 骑刷刷 像化妆间的方向看去 谁啊 邓小鱼惊讶地问了句 亚当在开嗓 郭家和嘴角上扬 那姿态似乎在说 我搭档掉不掉 众歌手们 听着持续声调的高音 你瞅我我瞅你 眉头微微一皱 看来一场硬仗要来了 晚上八点整 在现场导演的一个手势下 录制大厅安静了下来 割手之颠 直播录制正式开启 巨大的热度下 节目刚一开播 直播间谈幕 瞬间飘满了屏幕 第一 沙发 拆那红 拆那红 华国歌手加油 上期第二 这期拿下第一名 舞台华丽灯光 闪烁得不停 在观众热情掌声中 男主持人何灵笑着挥手 走到了舞台中央 站在了聚光灯下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看 《歌手之颠》 节目的直播现场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何灵 在一番开场白后 何灵拿起手卡 介绍到 接下来 有擒手为出场的歌手毛男 林执行为大家带来歌曲 吻别 话音刚落 舞台荧幕上 歌曲信息献了出来 吻别 演唱 毛男 林执行 作词 林执行 作曲 林执行 编曲 林执行 加油加油 守住国门 在观众们的掌声与欢呼声中 林执行和毛男挥手走上舞台 今晚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 双方粉丝都是非常的期待 林执行身姿笔挺 对今晚歌曲蛮自信的 1996年 《学有个可是靠这个》 拿下了亚洲最畅销歌手 专辑全球销量第二 第一是迈克尔杰克逊 正版专辑 在台城达到了每17人 就有一人拥有的夸张比例 舒缓悠扬的前奏响起 聚光灯下 一身牛仔装的毛男 有仲林家小哥哥的感觉 书卷气息扑面而来 酝酿好情绪的他 举起话筒 十分投入开了口 前程往事成云烟 消散在彼此眼前 就连说过了再现 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 他的嗓音 具有很高的辨识度 声音浑厚 且带有故事性 唱忧郁的歌 非常的有味道 很快便能将听众 拉入故事中 歌手后场室内 非常了解毛男的邓小鱼 冲送歌竖起了大拇指 林哥很会写 他真的非常适合 唱这个类型的歌曲 郭家和认真听了一段后 抿嘴笑了 原来他觉得林之行 要是写出特别厉害的歌 与毛男搭档有小概率能赢的可能 现在看来一点赢的可能性都没有 因为亚当今晚是超强的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让风吃下我不能拒绝 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 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林之行与毛男的初次配合 演绎的效果意外的好 感染力非常强 将失恋者那众原敬 而情未了的不舍与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 观众们听着歌词语动人演唱 一步步掉进漩涡 对那个隐藏在歌中的失恋者 寄予一种特别的同情 然而 正当观众们沉浸其中时 Take my tie or heart Take my tie o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林之行的英文版 让观众们再度眼前一亮 好听 连接得好丝滑呀 哇 这个用英文唱更有感觉 欧耶歌目标国外市场吗 你会开始喜欢上流行歌 因为欧耶歌正在唱了别 歌手后场室内 哇 认真聆听的湘提莫尔对着镜头 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欢 我喜欢这个歌手 他真的很有创造力 镜头转过 跟着英勒点头的亚当·舒伯特 也竖起了大拇指认可 91点2分 待两人演唱结束后 屏幕上出现了评分成绩 初次配合 这个成绩算是在林之行和毛男的意料之中 虽然以尽力演唱 但想赢国外歌手 是没希望了 就这 郭家和嘴角勾起了一抹弧度 看见他们的分数 玄哲的心彻底放松下来了 感谢二位的精彩演唱 主持人和林走上舞台 报幕道 下面有请湘提莫尔和他的助演嘉宾阿兰 为大家带来歌曲 在阵阵掌声中 黑人女歌手湘提莫尔和歌手阿兰 微笑挥手走上舞台 湘提莫尔一举企划筒 眼神中闪烁着自信光芒 一开口 彭扶拥有一股难以抵挡的魅力 将听众拉入他的音乐世界 好家伙 这现场也太降了 真就是一点失误都没有吗 给个机会吧大姐 他们今晚的发挥依旧稳定 表现跟上期一样 强得可怕 96点8分 这个分数 虽然比他们上期低一分 但依旧让华国观众们感到绝望 又是这么高的分 怎么赢啊 这节目成两大国外歌手比拼了是吧 感谢二位的精彩演唱 主持人何林登台报幕道 下面有请业赫娜拉因和他的助演 嘉宾韩春红 为大家带来歌曲 天堂的路 拆那红 拆那红 守住国门 拿下第一名 吴胡 一首 天堂的路 送老外们回家 作为观众们最寄予希望的歌手 他们的出场 引得了如雷般的掌声与尖叫 上一期的 《相约1998》 没有发挥出韩春红的高音优势 今晚他们选择的歌曲 将两人各自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现场气氛持续高涨 当韩春红标出高音 镜头给到后场室内的亚当·舒伯特和香提莫尔 两人表情都是十分震惊 哇 红姐一开口 我就想捐款 红姐已经不是歌手了 她是歌唱家 96.9分 演唱结束后 评分出现在了舞台中央屏幕上 以0.1分的优势 超过了香提莫尔和阿兰 观众们激动的振臂高呼 拆那红第一 拆那红第一 舞台中央的叶和纳拉音和韩春红 看到成绩后格外的平静 他们知道 还有一位劲敌未出场 现在庆祝卫视上早 坐在第一排的大众评委代表 独嘴丁声 竖起大拇指点评道 这简直是来给年轻歌手们上课的 你们太棒了 独嘴评委给料如此高的评价 这让华国观众们 心里又多了分底气 呜呼 看来第一名吻了 感谢二位的精彩演唱 主持人和灵灯台报幕道 下面有请亚当舒伯特 和他的助演嘉宾郭家和 为大家带来歌曲 皇后狂想曲 大家掌声欢迎 话音刚落 台下掌声雷动 熟悉歌曲的观众们 激动到尖叫 我超爱这首歌 家和加油 于亚当拿下第一名 观众席 一位没听过这首歌的观众 好奇地问身边 正在尖叫的观众 哥们 看你这么激动 这个有这么厉害吗 尖叫观众扑斥一笑 厉害吗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医生 你还有最后五分钟生命 你想做什么 病人 在我死之前 我想再听一遍皇后狂想曲 医生 可是那需要六分钟 上帝 我同意 华丽的舞台中央 登台后的郭家和 与尖叫的粉丝们挥手后 来到了钢琴旁 今晚的他 要为亚当舒伯特伴奏 舒缓的钢琴声响起 身披奥斯卡战袍的 亚当舒伯特 举起话筒 申请演唱 妈妈 呜呜呜 在不到六分钟的时间里 这首歌将古典 民谣 歌剧 摇滚等曲风 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给了观众们 一场如同纪录片般的 试听盛宴 太特么惊艳了 别比了 直接颁奖给他吧 今晚来现场 真的是太值得了 歌手后场室内 Amazing 镜头前 香提莫尔眉头高挑 连连鼓掌 华国歌手们眉头紧簇 感受到一股 无形压力袭来 郭家合在这首歌里 并没有过多表现 只是在弹钢琴伴奏 还有在歌曲高潮部分 给亚当舒伯特和音 仅在第二段主歌 单独唱了一小段 没有积句歌词 却让歌曲的观感 有明显的下降 97.1分 演唱结束后 评分出现在了屏幕上 这个分数 观众们都清楚 是受了郭家合的连累 但如愿拿到了第一 粉丝们也没有过多的计较 第一 好业 实至名归 听得太过瘾了 随着亚当舒伯特登顶第一 毛南和林之行的排名 滑落到了第四名 What can I see 郭家合耸了耸肩膀 回头望着屏幕上 林之行第四的排名 激动的猛拍了一下大腿 林之行 Out 绝望 窒息 透不过气 观众们见亚当舒伯特 和郭家合的排名 超过了柴纳红 心情顿时跌落到谷底 本以为他们今晚会守门成功的 天哪 英姐和红姐发挥 那么好多数了 亚当舒伯特 真是一个怪物 咱们华国歌手 没有能赢他的人了吗 歌手后场室内 看现成绩 叶和纳拉英和韩春红 对视了一眼 都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人家唱得确实优秀 既不如人 没有任何借口可言 难对付啊 林之行目光 落在了即将出场的宋哥 和邓小鱼身上 他们在亚当舒伯特之后 出场有些吃亏 现场气氛被烘托得太热了 容易遭到冷场 要加油啊 小鱼 别紧张 宋哥看着身旁倾咬下唇 钻紧裙背的邓小鱼 轻拍了拍他的手安慰 别去想排名 咱们把歌唱好就行 嗯 邓小鱼点点头 立刻调整状态 闭上眼做了一个深呼吸 心里默念 我是最棒的 我是最棒的 当他在睁开眼 目光如炬 带着些许锋芒 此刻的他憋着一股劲 迫不及待要证明给微博 质疑他的网友们看 舞台中央 聚光灯下 排名暂居第一的亚当舒伯特 微笑住向台下 支持自己的粉丝们挥手 亚当舒伯特如同大闸蟹 郭家和如同捆大闸蟹的稻草 混榜销售后 让郭家和短暂陷入了 身价相同的错觉 哈哈 林之行 你看见了我的成绩吗 老子是第一 你连前三名都没进啊 你这个废物 一直暗气暗憋的郭家和 在赢了林之行后 心情舒畅到了极点 忍不住 舞动着身体庆祝 评委席 读舌评委丁生 非常看不惯他这个得意忘形的样子 点评道 亚当舒伯特今晚的表现无可挑剔 郭家和 钢琴弹得也非常不错 话音刚落 台下一阵哄笑 笑风 属实为难评委了 找不到可以夸的点 只能夸演奏手法了 哈哈 毒蛇留情了 要欧我就夸他中文说得好 笑声让台上的郭家和 逐渐冷静下来 随后眉头一皱 情绪突然变得有些低落 他倒不是受了 评委点评的影响 而是觉得自己 目前的状态有些不对 之前自己 可是七七都迎领之行啊 怎么现在突然迎了一次 就忘乎所以得意忘形 彷彿把他踩在脚下 不能翻身一样 呼 郭家和收起笑容 做了个声呼吸掉整了下状态 随后在观众掌声中 离开舞台 歌手后场室内 走回来的郭家和 与林之行四目相对 尽管在控制情绪 但最后还是没忍住 伸出手 只冲他比了一个一 啥意思啊 你还能活一天啊 林之行没有脑 只是微笑着盯着他看 月要让七亡 先要让七狂 狂八笑吧 看你能得意多久 感谢二位的精彩演唱 主持人何林登台报幕到 下面有请邓小鱼 和他的助演嘉宾宋哥 为大家带来歌曲 Yesterday's Marie 大家掌声欢迎 话音刚落 歌曲信息出现在了舞台荧幕上 Yesterday's Marie 往日重现 演唱 邓小鱼 宋哥 作词 林之行 作曲 林之行 编曲 林之行 哇 居然要唱英文歌 英文歌 你们能唱过老万 抒情歌 还在亚当书伯特之后出场 Buff叠满了呀 大家对他们 别抱希望了 国门肯定守不住了 没看下去的必要了 我先溜了 除了两人的粉丝队 他们还抱有一丝期待 其余观众大多是不看好 直播间在线人数位减 舞台灯光变换 在粉丝们的热情掌声中 身着长裙的宋哥宇邓小鱼 在压力下 一同牵手走上了舞台 我是最棒的 我是最棒的 坐着心里暗示的邓小鱼 身姿鼻挺地坐到了 郭家和刚刚坐过的当琴前 将要演唱的歌曲 当琴就是主要旋律 聚光灯下 宋哥酝酿好情绪后 跟邓小鱼比了一个OK的手势 很快 舒缓的当琴声 便飘到了录制大厅的每一个角落 宋哥缓环局企画筒 跟随着优美旋律 恰是开了口 When you wait here 当我年少时 I didn't listen to the radio 我喜欢听收音机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等待我最心爱的歌曲 它的歌声一出来 此刻开口柜便有了具象化 声音拥有着以柔克刚的穿透力 瞬间让有些躁动的录制现场 安静了下来 哇 好听 这个声音太好听了 这首歌曲有着一股魔力 只需一句歌词便会让人深深喜欢上 但第一句想唱好很有难度 因为第一句唱不好 后面的感觉就唱不出来 低沉而温暖的那种感觉 很难找 两人赛前经过对比 还是宋哥更能做到句句动情 When they play diet sing along 当他们演奏时 我会跟着唱 It made my smile 令我笑容满面 Those always are happy times 那段多么快乐的时光 歌手后场室内 Wow 湘提莫尔听着歌曲 难以置信地 双手抱住了头 紧紧听了几句 他便深深地爱上了这首歌 盯着林之行瞅了好一会 终于按耐不住 坐到了他身边询问 这首歌是你写出来的 在得到林之行肯定的答复后 湘提莫尔在镜头前是连连夸赞 亚当·舒伯特同样感到震惊 音乐人对歌曲是敏感的 听歌过程中 他甚至觉得 这首歌有殿堂级的资质 他不敢相信 这首歌居然是一位二十多岁的 华国小活子创作的 歌曲太令人惊艳了 这丫头歌唱得真好 韩春红虽然听不懂歌词 唱的是什么意思 但唱功他是非常懂的 对正在动情演唱的宋哥 是非常的欣赏 叶和纳拉音在镜头前 也给了宋哥极高的评价 有天赋 有声音特点 还有个能提供优质歌曲的搭档 我太看好他了 绝对的前途无量 这 郭佳和听着歌曲 眉头逐渐促紧 刚开始 他以为台下观众们安静的可怕 是因为在热歌后 抒情歌遭到了冷场 随着演唱的进行 他的观点逐渐改变了 好像不是冷场 是观众们投入的可怕 镜头扫过 灰舞竹威棒的观众都没了 都被深深吸引 仔细聆听 这可不是一个好预兆 华丽的舞台中央 Every shalala Every world world still shines 每一句歌词都仍然闪亮 副歌部分加入了邓小鱼的合音 演唱效果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歌曲里的灵魂部分 听众非常喜欢的 Shalala 其实是当时国外的一首歌的歌词 整首歌的歌曲内容也很简单 讲的是歌曲中的主人公 原本是收音机的忠实听众 后来有了喜欢的人 恋爱之后不再有时间去听收音机了 被琴锁伤后 他再度打开收音机 熟悉的旋律重新响起 时间流逝情感标签 但歌曲就像老朋友一样 忠诚如初 他多么希望昨日能够伴随 这样的一首老歌重现 Every shing ailing ailing That theory starting to sing so fine 当他们开始唱时 如此欢唱 评级两人精彩的演唱 直播间人数开始回暖 评论区好评如潮 太好听了 他们一开口 我彷彿就闻到了记忆中的味道 这首歌更像一本泛黄的书 即使上头有再多的灰尘 也无法掩盖青春的文字 和依旧年轻的心 往日重现 Just like a baffle 一如往昔 It's I yesterday and smelly 这是昨日的重现 最后 随着颂歌和邓小于契合的合音 歌曲完美收尾 观众们听得非常投入 几秒后才从歌曲中抽离出来 送上如雷般的掌声 听众们对于这首歌的观点 和对歌手的看法 也在悄然改变 我很少用美字来形容一首歌 这首歌真的美 我错了 我给小于道歉 这真是一首优秀的歌曲 感谢你们 这首歌就像是太极 将亚当·舒伯特猛烈的攻势 给化解了 我怎么感觉 他们有可能守住国门呢 投票环节很快开始 现场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观众们心里 都在为他们默默加油 屏幕外 小刘是一位高中英语老师 受职业影响 她非常喜欢听英文歌 当她听住这首 昨日重现 被旋律感染到的同时 感觉自己好像在一栋就房子里 面对着一面挂满 就照片的陈旧的墙 记忆中过去的画面 如同幻灯片般 一张一张地划过 一首歌听完 她感慨颇深 这可能就是音乐的意义吧 总会唤醒自己 记忆中某个美好的时光 太好听了 这歌的语速和咬字清晰度 太适合做英语听力了 小刘思索一番后 将这首 昨日重现的录屏视频 发到了教科的班级群里 并配文 大家有时间多听一听这首歌 我将教大家唱这首歌 提高口语能力 消息发完后 小刘从厚厚一达的资料袋里 抽出了一张自己出的考题卷 拿起记号笔 在作文一栏 写上了一行字 考试作文 优美的音乐 令人陶醉 令人放松 你听过 Yes, Dance, Murray这首歌吗? 请结合听这首歌的体会 写一篇70词左右的英语短文 另一边 英语学渣小林正玩着手机 看见英语刘老师 发消息推荐歌曲 她好奇地戴上耳机 点开了录屏视频 因乐无果鉴 曾经的她并不了解这是什么意思 今晚听到这首处动心灵的 昨日重现 让她瞬间明白了 这句话的含义 虽然她英语单词都听不明白 但这首渗透心灵的乐曲 却听得她非常舒服 看英文如同天书的小刘 第一次对英语产生了学习的兴趣 迫切想知道 这首优美歌曲 歌词讲的是什么意思 与此同时 这类事情正在全国各地上演 一首英文歌的安利狂潮 将至 舞台中央屏幕上 97.9分 演唱评分出现 整整高出亚当舒伯特 和郭家和0.8分 超过了上期 湘提莫尔和阿兰的最好成绩 录制现场和直播间沸腾了 掌声语间叫声不断 密密麻麻的谈幕 铺满了公平 我的天 谁说女子不如男 他们做到了 国门成功守住了 用英文歌打败了国外歌手 我再想不出 比这更好的剧本了 你们太棒了 我爱你们 鸽子 我们做到了 第一名 感受着现场观众们的欢呼 背上的压力 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释放 宋哥和邓小鱼相视一笑 想支持自己的观众们 挥手致谢 评委席 读舌评委 丁声听完这首歌 只觉得头皮发麻 歌声如天籁 歌曲单的上 岁月流经 这四个字 刚刚我身旁的张评伟 问我对这首歌的评价 我现在来回答一下 丁声举起话筒 道 每个人的青春 应该都曾经有过闪亮 或迷茫的时刻吧 当年过半百 你开着一台车 行驶在黄昏的公路上 恰好经过往日 曾追逐嬉闹的校园 耳机里也正好传来了 熟悉的旋律 Ary是雷了 那个时候 你的心境 就是这首歌的评价 话音刚落 台下掌声响起 这首歌曲的感悟 就是有延迟性的 他能回答得如此巧妙 大改观众们 对他只会毒舌的刻板印象 歌手后场室内 他们太厉害了 为我们华语乐坛争光了 不得不说 还得是年轻人 一浪更比一浪强啊 华国歌手们 互相击掌庆祝着难得的胜利 亚当·舒伯特 和湘提莫尔书的心服口服 也参与到庆祝派对当中 此刻 只有郭家和一个人 待坐在沙发上 整个人陷入了自我怀疑 怎么输了 跟亚当·舒伯特组队 都输给他们了 林之行跟大火机长庆祝后 无意间一回头 看到了郭家和一个人 在角落里坐着发呆 思索一番后 他打算上前安慰一番 虽然刚刚被狗咬了一口 但自己怎么能咬回去呢 应该大度地感化他 唉 林之行走上前喊了他一句 当他抬起头时 慢慢抬起十指比了一个一 你 歌手后场室内 落败的郭家和看着 向自己挑衅的林之行 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血压和心率飙升 算了算了 刚刚自己也这样挑衅他了 还回来了而已 没必要生气 他强压了压内心激动情绪 笑着耸了耸肩膀回应 那姿态似乎在说 你开心就好 我不会因为你一个手势 就影响情绪破防的 嗯 林之行见他笑着回应自己 震了一下 怎么现在连羞耻心都没有了 排名被超 居然还好意思冲自己笑 趁着其他歌手们正在热聊 林之行躲过镜头 走到了郭家和身边 在他耳旁 悄悄嘀咕了一句 虽然声音不大 但一字一句却像钢刀般 扎进了郭家和那颗脆弱的心脏里 他的脸瞬间 长得通红 双眼瞪得溜圆 充满了怒意 彭腐要在林之行的身上 瞪出个窟窿来 气得紧钻双拳直喘促气 这个反应才对吗 舒服了 林之行喷完垃圾化心情舒畅 又走回到了镜头前庆祝 他刚刚在郭家和耳边 说的话没有一个脏子 让我奶奶跟亚当舒伯特组队 分斗比你高 我去个洗手间 胸口剧烈起伏的郭家和 跟一旁工作人员打好招呼后 离开了歌手后场市 一分钟后 卫生间内传来了风笑声 哈哈 你成功了我的朋友 我的防御 在你一句话下轰然倒塌 支离破碎 你可以享受胜利的喜悦了 恭喜你 你赢了 我是如此懦弱 如此不堪一击 小宋 小邓 你们发挥得太好了 没有没有 主要是林哥哥写得好 宋哥和邓小渝 回到歌手后场市 像英雄般被团团围住 接受表扬 与此同时 今晚的比赛还在进行 感谢二位的精彩演唱 下面有请歌手 阿牧和他的 助演嘉宾岳德纲 为大家带来歌曲 东楼儿女 宋哥和邓小渝 成功拿下第一名后 作为最后出场的民族歌手阿牧 关注独瑞减 上期二手百合乐队被淘汰 观众们认为这期遭淘汰的 一定会是他 甚至在评论区开启了他的玩笑 哇 这弹枪 共鸣太厉害 弹位太正了 我是开KTV的 唱阿牧的歌 直接撵走 因为每次都有客人投诉 话筒上有弹 85分 他们的演唱成绩出来之后 毒蛇评委丁声 毫不留情道 阿牧 你知不知道 在这个舞台里 你就是唱功最差的歌手 面对评委的攻击 歌手阿牧只是接受 鞠躬感谢 下面请所有歌手回到舞台 按照节目流程 歌手们重新回到了舞台 为了收集能力碎片 林之行走在了队伍最前面 果然 舞台中央有两个发光体夺人二目 其中一个是金色的球形发光体 熟悉的形状 应该是之前宋哥演唱后掉落的 一枚新的鸽子弹 触碰到的瞬间 演唱技巧 情绪 熟练度加三点 当前 情绪B 五十分之四十三 还有一个紫色柱形发光体 林之行今晚第一个登台 并不清楚 后面是谁掉落的 触碰到的瞬间 演唱技巧 高音 熟练度加二点 当前 高音B 五十分之四十二 主持人何林一帆讲话后 公布了今晚被淘汰的歌手 是民族歌手阿牧 在阿牧的一番离别感言后 今晚直播录制 便正式结束了 化妆间外 歌手之巅 节目的助演环节 只有两期 履行完合同的林之行 心情大好 在离开乡城前 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 那就是试着请寒春红 来做自己 我是歌王的助演嘉宾 现在当面提要 比打电话强得多 等待的过程中 他发了一条微博 微博内容 是一个胜利的首饰表情 配了一张热搜话题的图片 格莱美的音乐都是爆发力很酱的歌 像大炮一样狂轰乱炸 很有力量感 像相约1998 那样娓娓道来的 轻声细语的 如沐春风的音乐 好像都不出圈 林之行上期就是看了这条热搜 才使用选歌卡选了 昨日重现 现在成功登顶 必须要给这类音乐证明一下 所谓的不出圈 只是不够优秀吧 发完微博 等了大概两分钟 卸完妆换上变妆的 韩春红走出了化妆间 瞧见林之行站在门口 还以为他是在等搭档 小宋马上就出来了 小邓跟他唠个没完 我没等他 林之行笑着上前 有些难为情地挠了挠头 道 红姐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 韩春红笑着拍了拍他的肩 不用婆婆妈妈 直说 是这样 我和宋哥录制了一档音乐节目叫 我是歌王 这个节目将要有一场帮唱的环节 我们俩想请您来帮忙 多久开始 我算下 林之行抬眼想了想 第九期淘汰赛结束后 第十期就是帮唱比赛了 回到 十天之后 周五晚上八点钟 十天之后 韩春红挠头想了想 不确定道 我现在不太清楚 那天有没有安排 我一会问问我助理 有时间我就去帮忙 谢谢红姐 见有戏 林之行笑着道谢 客气客气 继续加油做音乐 晚上十一点半 北平酒店内 节目录制结束后 林之行一行人便坐飞机回到了酒店 林哥 这节目参加的值啊 热度比 我是歌王 高了太多 歌子的那首 我的梦 已经有人跟我联系英文的翻唱版权了 好事 价格合适就卖 林之行洗去了一身的疲惫 正吹着头发 枕头上的手机突然响了 拿起瞅了眼 是韩春红发来的消息 小林 周五那天我有时间 决定好歌曲的话 记得提前三天发给我 OK 谢谢红姐 吴胡 懂 月潭大姐大喊春红要来助阵我了 林之行垂着床垫 激动地跟身边的董臣 分享这一好消息 董臣笑着竖起了大拇指 好事啊 有他在 那气你们 岂不是又能拿第一名了 希望吧 林之行点点头 好奇问道 你和机遇的助演嘉宾 找了没有 没呢 下期就淘汰赛了 能留下来再找吧 加油 争取赢郭家河晋级 林之行跟董臣聊完 已在床头望着天花板 不禁陷入了沉思 一男两女 该合唱什么歌合适 还能拿到高分呢 次日上午 一达唱片公司 好运工作室内 林之行一到公司 就坐在了电脑前 迫不及待地想看世纪金曲 昨日重现 的歌曲反馈 这首歌意料之中的 拿下了热搜榜的榜一 出乎意料的是 连榜二和榜三 也是关于这首歌的话题 一首歌霸 站微博热搜话题 前三名 打破了林之行的热搜记录 同时也创造了歌曲热搜记录 之前从未有歌手做到过 有一种记忆和情怀叫 Yesterday's Murray 一首拥有神奇力量的歌 我心里莫名烦躁的时候 感觉听所有歌都很吵 唯独这首歌 能让我心里平静 神作无需多言 我拿给了学校留学生听 他们评价这首歌赞爆了 震惊 究竟是什么样的音乐 打败了国外歌手 成功守住了国门 难以置信 用英文歌打败了国外歌手 一场漂亮的胜仗 有人质疑抒情歌曲赢不了 欧耶哥用实际行动回击 他的魅力征服了我 他们是华语乐坛的英雄 究竟是什么样的歌曲 深受英语老师们的喜爱 Yesterday's Murray 疯狂转载全国各地英语群 即将先开一场英文歌学习浪潮 我是初二学生 我们英语老师 要我们拿这首歌练口语 高一学生 英语老师要我们写这首歌的听后感 大二 今早第一节就是英语 这首歌循环播放了半节课 目前还在播放 前两条热搜 林之行没太在意 最后这条热搜 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谁能想到一首歌 能影响到教育 不过 林之行对这首歌的期待 远不止这些 他的目标 是要让这首歌火遍国外 每个国家都卖出一份翻唱版权 让外国人知道自己的名字 来到公司后 已经让宋哥去录音棚 重新录制这首歌了 录制完成后 会让董晨将这首歌发到油管 推特等国外平台 让更多人知晓这首歌 正当林之行滑动鼠标 准备关掉微博页面 榜四的热搜 吸引了他的眼球 热搜是昨天 歌手之巅 阿牧的采访视频 视频里 歌手阿牧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的极限 才是别人的起点 通过这个视频 林之行才知道 被人嘲笑态度的他 从梁山走到歌手之巅 这个舞台 用了整整十四年 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 他独自闯荡到荣城 晚上铸唱白天打工 只为了音乐梦 唉 林之行回想起之前 董晨玩他的梗 自己还笑过 这回心里挺不适滋味 或许在许多人看来 他的音乐算不上高级 可这是他触及理想 可以凭借的唯一天梯 开挂的自己 凭什么嘲笑努力的人啊 懂 林之行放下了鼠标 起身冲吃饭的董晨喊道 咋了 林哥 我想成立一个 助梦音乐基金 去帮助有音乐梦想的穷苦人 两日后 上午九点 一达唱片公司 好运工作室 早起一杯黑咖啡 工作室最近工作很忙 董晨现在天天都喝咖啡提神 林哥 昨日重现 这个真的火了 我有预感 他会成为今年最火的英文歌 刚才买咖啡 连咖啡厅里都在放这首歌 外网投出去的视频也有效果了 目前已经有三个国外歌手 想购买这首歌的翻唱版权 其中有一个 还是米国的二线歌手 好 我知道了 你少喝点咖啡 这玩意喝多了 对身不好 林之行将手边的豆浆一饮而尽 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 自己上了歌手之巅 这个节目后 名气可谓是大增 很多圈子里的歌手 都希望自己能帮他们写歌 在他们的眼里 火力全开 和昨日重现 这两首歌 就是极星为舞台创作的 被吹大了 现在就算韩春红不帮自己 自己只需出一首歌 就会有很多一线歌手来帮忙 零零零 电话突然响了 林之行接起电话一愣 随后急匆匆出了办公室 中午你们吃 别等我 商场咖啡厅内 妈 你怎么突然来北平了 没跟我说声呢 林之行在办公室接到了老妈的电话 得知他人在北平 连忙开车赶了过来 我又不是来看你的 许梅从包里掏出一达厚厚的文件 递给了林之行 我这次来北平 是来注册服装品牌的 都弄好了 你看看 好家伙 当初不是说书二雅 林之行接过文件翻了翻 十分无语地搓了搓脸 牌子叫欧耶 妈 你这启名也太随便了吧 我真是 这个名头响啊 许梅抿了口咖啡 笑了笑 为了蹭蹭你流量 林之行面对诚实的老妈 被气笑了 蹭吧 我同意了 谁让你是我老妈呢 那今天叫我来 是想我了吧 许梅眯着笑脸 摇了摇头 没有 我倒是想送歌了 她怎么没跟你一起来 我走得急 她当时没在 你想她我现在 就喊她来 不用 一会儿我去你公司转转 许梅又喝了两口咖啡 说出了目的 我这趟来还有一件事 听说你常常帮人写歌 帮老妈也写一首歌吧 宣传一下服装品牌 我 果然是有事 但最近真是太忙了 林之行刚张嘴 打算把这事拖一拖 等自己有时间再去弄 许梅抬手堵住了她的嘴 咧了一眼道 老妈我不是跟你商量 是通知哦 我这都是为了你考虑 如果有一天你唱不下去了 这是给你留的后路 好 林之行哭笑不得的点头 举起了咖啡杯 老妈 我期待 你给我留下商业帝国 许梅笑着碰杯 乖儿子 听老妈的话就对了 叮 秦景已触发 恭喜宿主获得歌曲 听妈妈的话 听妈妈的话 秦景触发 意外获得这首歌的林之行 眼中露出一丝喜色 目前正在筹划专辑的自己 想要获得金曲奖的青睐 非常需要优质的歌曲 这首 听妈妈的话 是周董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了 而且 这首歌有个神奇的特点 讨厌说唱歌的听众 也不反感这首歌 甚至会渐渐喜欢上 林之行觉得 这首歌有句歌词很要 将来大家唱的 都是我写的歌 十分钟给张韶涵写 亲爱的 那不是爱情 给准备退出乐坛的陈小春写 我爱的人 霍金曲奖 给陈奕迅写 淘汰 给张慧妹写 如果你也听说 给李文写 刀马蛋 给蔡依林写 倒带 给文兰写 夏天的风 网友 我以为我听得挺杂的 原来我的喜好很专一 据统计 周董给其他歌手写的歌 够他自己再出20多张专辑 可以说 他不光给其他歌手 用歌曲上终身保险 还一直自己 跟自己打擂台 扑 林芝行喝着咖啡 突然想起了什么 差点笑出了声 前几天在 歌手之巅 自己和毛南唱了 吻别 这首歌 刚好解决了 听妈妈的话 歌词 因为张学友 开始准备唱吻别 把名字换成自己的 就OK了 至于歌词 我会遇到了周润法 把名字 换成天王董德华就好了 他的电影成就完全够格 凭借自己跟他的关系 他也不会介意的 老妈这趟来 算是帮了自己的大忙了 千里 来送歌呀 有了这首 听妈妈的话 来做宣传 相信老妈的服装品牌 也会大卖特卖 一达唱片公司 妈 我上班的地方怎么样 别说 看着挺不错 林芝行将车挺好 领着老妈 来到了公司写字楼下 阿姨 送歌得到消息 早早就打扮得漂漂亮亮 在大厅等待了 一见面便亲切地 挽住了许梅的胳膊 许梅看着漂亮的转席 开心得不得了 哎哟 小鸽子 又漂亮了 您就是林阿姨吧 机遇上下打量了一通 露出了特别惊讶的表情 阿姨 你真的好美啊 跟林哥在一起 我还以为是姐姐呢 许梅脸红道 这个小美女是谁啊 太会说话了 姐弟 你咋不说是兄妹呢 林芝行脸了机遇一眼 伸手介绍到 机遇 董晨 工作上的好助理 生活中的好朋友 一番介绍后 董晨把林芝行拉到了一边 林哥 惠姐有事找你 好 林芝行点点头 走到老妈身边 会报道 妈 我这会 有工作要忙 让他们陪你逛吧 好 你去忙吧 助理办公室呢 惠姐 你找我 嗯 对的 张思慧让座后 竖起大拇指道 小林 一个月后 你又有一个露脸的机会 露脸机会 林芝行正了一下 好奇地问 一个月后怎么了 张思慧眯着笑眼 问道 你听没听过中韩歌友会 中视电台已经正式向你发出邀约了 这是一个提升亚洲知名度的机会 他口中的中韩歌友会也叫韩中歌谣记 是华国中视电视台和韩国KBS电视台 联合推出的大型跨国流行音乐盛会 每年在中 韩两国轮流举办一次 目的是通过音乐增进两国友情 加深音乐文化交流合作 林芝行听了的大概 突然想起地球上好像也有一个类似的晚会 两国歌手同台演唱 歌手们不光是唱本国歌 有时候中歌手唱韩文 韩歌手也唱中文 还有一起合唱 像什么韩红和Ryan中文合唱 美丽的神话 孙楠和深圣勋韩文合唱浪漫满屋 I Believe 孙岳 PK 李真贤 很热闹 张思慧见林芝行像是不太了解这个节目 为其细致解释道 历届的中韩歌友会 中韩双方均派出各自顶级歌手出场 为了体现两国流行音乐的最高水准 邀请你说明了什么 不用我明说吧 林芝行听完老脸一红 强压翘起嘴角问 说明我是顶级歌手 最高水准 是的哦 我参加 我参加 另一边 阿姨 这是我们公司的作曲部 许梅参观过办公室 在宋哥和姬玉的陪同下 来到了公司作曲部 宽敞而精致的内部环境 充沛的阳光与绿植相应 银银的绿意 与清洒的阳光 让办公环境富有生气 工位上工作的员工们 各个充满了干劲 象征著作曲部荣誉的一角 一张巨大的海报 吸引了许梅的注意 海报是林芝行在 乐团的盛夏节目 最后领着乐团捧杯的照片 许梅瞅着儿子的海报 有些意外 那海报 机遇看出了许梅的好奇 笑了笑 拉过一位员工 道 小王 你给林哥的妈妈解释一下 为什么林哥的海报 会挂在荣誉角 林哥的妈妈 这位就是天才的母亲 哇 好漂亮 好有气质啊 听见机遇的话 工位上的员工 全都齐刷刷看向许梅 阿姨好 小王不敢怠慢 礼貌地打过招呼后 指着荣誉角的海报 笑着解释道 因为林哥 他就是我们做曲部的荣誉 他对公司的贡献 是我们所有人远不能及的 对 林哥他是我们的偶像 他是我们的榜样 是我们的学习对象 工位上的其他人 也跟着附和 言语中满是崇拜和尊重 阿姨 喝水 阿姨 吃甜品吗 大伙都放下了手中的工作 热情地招待许梅 谢谢 谢谢大家 许梅有些受宠若惊 简直像做梦一般 他万没想到 儿子在公司里地位是如此的高 如此的受同事欢迎 当妈的虚荣心 在此刻得到了充分满足 哟 你们在这呢呀 林直行从助理办公室出来 刚好路过作曲部 正瞧现老妈在参观 林哥好 林哥好 哎 大家好 林直行正跟大伙打着招呼 突然被许梅拉到了走廊拐角 咋了妈 四目相对 许梅唇脚慢慢勾起 抬手重重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儿子 我为你感到骄傲 你知名的 我不是 我不是 那就是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